如果你现在很焦虑的话,我可以很 诚实的告诉你们就是 你最不想要听到的就是 不要焦虑 我没有在讲废话 你懂的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也是时常问我自己的 就是 什么东西在 你现在心里面最重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 有解决方法吗?你问下你自己 如果有的话 然后问下自己你现在能做什么东西去解决 如果是你现在的 你感觉到你现在 因为 一些事情 而这样子的话,你问下你自己 我现在能做一点点什么东西去改变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实质上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焦虑 真的会 让你 怎样讲 没有太多精神去做很多事情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就是 你 你 如果担心一些昨天跟下个星期的事情的话 你此时此刻是不会平静的 你此时此刻是不会真正的去理解说你现在 要什么 跟人做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说 我们很多时候会 overthinking 然后同一时间让自己 站不稳啊 我要讲的东西是 你问下自己现在这东西要怎样解决啊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我今天这东西真的是做不好 我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垃圾 然后我会安静下来 我会真的是 dip down 问我自己就是 我能做什么 如果 我什么都不能做啊 真的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得做的话 我就会放一边先 可是 真正让人家让自己焦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 我是这样想的啦 我是这样子定义啊 是你知道不能做什么对不对 然后我 急着去找点事情来做 你懂吗 就是 有的有的有的解决吗 没有的解决 我知道没有的解决 然后拼命去找些事情来做 我讲的是那种真实状况啊 我讲的是那种 真的没有得解决的啊 OK 一些已经 发生了的 OK 比如说 打破了一个杯子 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还要跟你们讲 就是 你现在只可以买一个杯啊 不然就是用 你还用 你还可以有用的杯啊 然后 我现在就是跟自己讲 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现在还是专心在做我事情就好了 我先读我的书我先拍我的影片 等一下我有出去的话我再买多一个杯 就解决了 我不可能把那个杯 把它当成拼图样子拼起来啊 他都已经睡到晚了 我觉得真正害到我的东西是 我知道没有办法了 然后 我还去想 我想什么 我要把那个杯子拼起来吗 不是 我在想 我为什么打破那个杯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那么笨 我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这个故事没完没了 我曾经 我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我在discord的made up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 我的室友 在 三个星期前 我回来西班牙的时候 他打破了他的杯子 我分享这个故事给你们 这是关于到my set的 很神奇哦 就是 他打破了杯子 我在煮菜 我是问一下你们你们通常打破杯子 心情会怎样 他当时候给我一个反应你知道吗 我 他就在这边他打破了的时候我就在想 你ok吗然后 我当时候是没有事情了他就整个杯子掉下去 整个隧道完 我就问他需要帮忙吗什么样子我就去拿 啊 奔斗给他我去拿报纸给他这样子 然后我 他的回应方式啊 是 跟我讲 哦 不用紧了 他还问我你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事情啊 然后他就顺带了一句讲说哎呀没有关系 我的杯子也是用了很久啊 我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就买点东西 那时候我就在买一个新的杯啊没有关系这样子 他讲没有人受伤就好啊 然后他在问我 我等一下会出去 你需要我帮你买点什么吗 我当时候杀掉我当时候就是在想 你有没有记得你刚刚打过打破了这个杯的事情 然后那一刻哦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就是 别人已经move on了哦 别人已经等下要去买杯了哦 结果你 你还在想着 他刚刚打破杯子是为什么 你懂吗 就是 他手滑 他手滑打破杯子啊 对啊 然后这是重点吗 其实 不太是吧 其实我现在才能理解到就是 原来一个mine set 你一switch啊 你整个人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不会去想这些东西啊 你懂吗 就是一个mine set来的 然后那一刻我就真正理解到 原来 我的世界是多么的狭隘啊 就是 我在想如果是我打破杯子的话我会一整天在那边烦恼 我会很生气你知道吗 然后我会在想说 我为什么打破那个杯 如果早知道我把我的杯子放进去一点点就不会打破啊 早知道什么什么如果如果如果什么的 然后他活生生的那个例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 那一个改变哦 那一个那一瞬间他这样子跟我讲哦 我就直接被他给 感染到你们知道吗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事情 你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你换一个方法想 对不对 你今天出去没有带伞 弄到你身体全是肮肮肮肮的水 然后你鞋子也进水了 或许你换一个方法想 就是 我等一下回去 我就把我的鞋子 洗干净拿来晒 明天穿另外一双鞋 那就好了啊 衣服拿去洗就好了啊 可能你会讲 不对 那双鞋是我最喜欢穿的鞋 明天我也想穿 没有关系啊 你人没有事情就好了吗 你不要去烦恼为什么你没有带雨伞 你不要去烦恼为什么今天会下雨 这些是不能够控制的事情 这也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焦虑到最后都是我们去想要去控制那些不能够控制的东西 然后你很久很久就是 把自己关在一个箱子里面 然后你就一直不停的就是一直问自己就是 我 我知道不能够做什么可是我还想做点事情 然后最后 就是做不成了 然后你又开始去想是不是我做不对啊是不是我不能 其实你一开始就 不用去做点东西哦 你就不应该去控制那些你不可以控制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去 往那一条路走 你就让它发生 你就让那个杯子 睡了 就扫掉它 丢掉它 然后去买一个 就是这样子哦 所以那一刻我记得到今天 然后 这个 这个是我 我会一直去分享的事情 因为 它 讽刺了 你知道吗 就是讽刺了我自己当时候的那个想法 然后我就 哇 好 我学到了 我真的学到了 然后接下来我看事情也是这样子 So 如果你现在很焦虑 如果你现在 你觉得你人生 没有一点点光 你觉得你人生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很糟糕的话 你请记住 你永远记住这句话就是所有事情你都可以 看到它好跟不好的一面 所以这件事情有不好的一面的时候它也会有好的一面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你直接去想 只是我们人对 负面的东西很敏感 所以导致着我们对 一些影片 的一些标题 聪动的标题 对一些 敏感的文字 一些话 特别特别的敏感 就是这样子 我们人的天性啊呀 So 可能这个小小的改变可以帮到你 我不知道 这也是我花很多时间我才慢慢的去调整 这样子去看很多很多事情 就像我今年 掩蔽一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年来呀 所以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 拜拜 下次见 哈哈哈 所以你会不会有关心的 那我又再有关心的 我们就会把这些人 我现在就会想到你 那这些人 帮助